大家好,欢迎来到FM88TV 今天为大家讲解怎么在一分钟内学会电报下载 以及中文简体汉化及使用的过程 第一步,进入官网 即打开页面教程 那么我现在就已经把官网打开了 以及汉化教程已经打开 那么在官网下面 拖到下面来 点击这个PCMAC 好,点击这个下载 你看,无法下载 这就是本视频讲述的最关键点 那么怎么才能下载呢 这就是需要 需要在代理设置这里 把它改成全局模式 因为只有全局模式才能下载 并且你以后使用电报 也必须在全局代理网络下才能使用 那么我们刚刚就已经全局设置 再次点击下载 你看,现在就可以下载了 那么我们下载下来 好,下载完成之后 我们点击打开 这里 这里面没有中文 那么大家最好还是选择英文 要么我们英文还是稍微看懂一些 选择路径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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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不需要改动 所以点下一步 好,这里是需要手机验证 我们选择中国 中国是C开头 然后我们找C 好,中国加86 选择 输入你的手机号码 好,然后点击这个东西 给我发送一个短信验证 点击一下 好,接着你要输入 输入你的手机上的验证 好,这样我们就已经完成了 最后一步 那么就是简体汉化 我们点击刚刚打开的汉化教程 把这个复制下来 选择车 选择第一个 往上拿找到桌面板 点击这个下载 当然只有网络是全局代理 才能下载 所以一定要网络是全局代理 好,完成之后 在左上角 上横杆这里 点击了 点到下面设置 拿到下面了 这个键就是改变语言键 那么我们按住 按扯和卸付键 这两个键按住 拨松手 等三秒钟后 再点击这个键 好,我们再选拨电报桌面板 我们这里面有三个 实际上我已经下载过 因为第一次下载 你们就只会只有一个 是这,也点击它 安装就行 打开就行 我们点击它 你看,电报将重启后 你完成语言更化 好,你点击确定后 那么电报的下载 击简典行化 就全部完成了 至于使用过程 就跟你使用QQ是一个样子 我会把下载地址 以及教程的地址 放在简介下面 大家还有问题 以及疑问 请在本视频下面 留言 直接完整的提出你的内容 我会在12个小时之内 解答大家的问题 所以你只要有问题 留言提问 第二天就能得到回答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再见 拜拜